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華人您好 歡迎收看下午三點鐘的新聞大白話 我是今天的節目主持人李作恆 首先要來邀請這一節參與我們討論的來賓 前空軍副司令張妍廷 作文好 大家好 前國安會副務秘書長楊有明 主持人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謝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們要先來關注到 這幾天大家很關注的就是 裴洛西美國眾議院的議長 到底有沒有要訪台 這個消息當然從一開始 大家討論非常久 中間還歷經到裴洛西確診等等的 現在拜習 他們已經經過一次的通話了 這拜習峰會就說 有可能會在年底G20的時候來舉行 不過我們先回顧到這個通話內容 拜登是說強烈的反對片面改變台海的現狀 而習近平則是意有所指 他說玩火必自焚 那當然現在到底在這通話當中 有沒有提及到裴洛西訪台的事情 現在中國大陸認了說 確實就是在這個背景下 所以要來舉行到 那白宮卻說拜習通話提到的 有包含新疆種族滅絕 強迫勞動等等的議題 這個被趙立堅駁斥說這是假消息 至於本來外界很關心說 關稅有沒有可能會討論到呢 那美方是說對中方會損害美國勞工和家庭的不公平做法都還有疑慮 所以並沒有採取任何的可能措施 沒有談論到 那當然這是不是有可能接下來在G20會有其他的話來聊呢 還是這接下來雙方還是會持續的交火 那現在裴洛西很積極的想要訪台 在今天要飛敵亞洲 那目前是說暫定台灣行程 但相關的細節都不願意再透露 而他在確定參訪的國家 包含日韓新加坡跟馬來西亞 他出訪前的時候又強調說 太平洋是我們家的一部分 很興奮可以到這些國家 那很多人說他這次會有這個 暫定要訪台的行程 其實是他們黨內自己有一些些互相的角力 因為這個29號的時候 是NBC News他先曝光的 他說裴洛西要出訪亞洲 那裡頭就有包含要來台灣 而美聯社隨時就說 裴洛西的訪台將會成為他政治生涯的巔峰 另外在CNN也說訪台計畫是裴洛西在國際舞台 和中國大陸正面交戰的最後一波 美國的前國防部官員就分析說裴洛西會依照計畫訪台 但是不會被中共霸凌 所以他說這個到底有沒有可能會引起軍事衝突呢 他認為這個可能性是被大家過度的誇大 美國專家也說當然很擔心說會不會萬一發生什麼更嚴重的事情 那裴洛西如果訪台的話 美軍有可能會派這個戰機 互送他到松山機場 那現在在背行通話當中 又討論到說裴洛西的計畫訪台 背景下來舉行的 所以白宮也強調說 目前他們認為是沒有跡象顯示說 中國大陸將對台展開軍事行動 不斷的要來滅火 不過你看到川普他怎麼說 他說裴洛西你這樣做 只會讓事情是更糟糕的 而胡錫敬老也嗆聲說 美方一定會再次領教到解放軍的鋼鐵意志 不可能讓這件事情如他們所願 而且中國學者也說北京如果反制 絕對不會只是小打小鬧 好 那現在我們另外看焦點是 英美 現在是不是也要來轉移焦點了 你看到英國就開這個T-talk帳號 然後就說要求撤銷 因為就是說這個資料 恐怕會有一些透露到中國大陸的部分 可能會洩漏出去了 而美國聯準會也一試是說 遭到中國大陸的滲透 他們說這個竊密行動 已經是持續超過十年了 那當然大陸方面都是否認的 而且說這個是 你是被迫害妄想症嗎 還是說這個處理周美關係 就是要加強溝通 不要透過這樣子的放話 好 我們先回到這個裴洛西訪台 現在大陸不斷的警告 有明哥怎麼看說 這個可能會有怎麼樣的反制嗎 因為現在已經警告說 我不會只是小打小鬧而已 對 我先談一下就是這個 就是一天之前 路透社的報導說 美國白宮的發言人 那位黑人女性Karin 她提到說在席拜會當中 拜登有提到就是新疆的種族滅絕 跟強迫勞動的這個問題 其實他就這麼一個短短的 這樣子一個報導出來了 很多地方就引用了 趙立堅馬上的就注意到 然後說這是個假消息 我在過去24個小時 最近美方的報導是Fox News 在差不多12個小時之前 有報導說 有提到中國外交部認為 這是假消息 因為在這個會談當中 沒有提到這個問題 到目前為止 美國白宮沒有做任何的回應 那到底是真是假 拜登有沒有在這個 習拜會當中有提到這個問題 雙方的聲明當然都沒有 雙方的聲明都沒有 就跟雙方的聲明也都沒有提到 他們是不是有討論到 裴若西要來台灣 對 所以他們一定談了很多東西 兩個小時17分鐘 這個聲明都很簡短 美國的聲明150個字 然後中國方面 金華社的這邊的聲明 是800多個字 但個大概三分之一 其實都聚焦在台灣議題上 所以我現在有一點真的在質疑 白宮這邊的發言人 他是不是隨口的這樣子講 因為他有沒有在現場 這個發言人有沒有在現場 我不知道 但是他這麼一講的話 被馬上對方打臉說 你這是假消息 如果是真的話 你就拿出錄影帶出來 或者說你再講一次 但是我們是有提到這個問題 如果你都沒有講 我覺得白宮這個發言人 就有問題了 所以就變得有點羅生門 可是從一般正常的外交判斷 這個基本上是不是有一個講假話 是不是談這個問題 這個議題該怎麼處理 那最快一回事 你在外交上這樣一個處理方式 你就彼此失去互信 那就回到了這個習拜會 本來不就是做一個護欄嗎 也就是說雙方的關係 現在這麼緊繃 希望緩和就沒有緩和到 對 甚至不敢說緩和了 不要說衝突 這種會面最高層 跟部長級的會面 過去一個半月之內 都舉行了五次 加上這個習拜會 就是避免這個雙方的關係 走向衝突 包含國防部長 對不對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裴若西這個議題 在最後習拜會要舉行之前 突然插進來 插進來很顯然拜登白宮 跟佩洛西辦公室 大概是討論了一兩個禮拜了 不知道誰放的消息 也許是白宮 也許是佩洛西的辦公室 透過英國的金融時報 大家習慣放消息的平台 因為報導的記者 一個在華盛頓 一個在台北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台北這邊 有一定的角色 當然如果他要來台灣的話 很有可能是下禮拜三 因為照這個行程 他先去日本 韓國 或者是韓國 日本 然後到台灣 不過現在有個說法 現在有個說法 他可能會先到馬來西亞 新加坡 再從新加坡飛台灣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從日本或韓國飛台灣的話 你會經過東海 在東海這邊可能會產生就是說 跟駐日美軍 或者是日本的自衛隊 以及就是會有釣魚台的空域 等等這些相關的問題 如果你要半飛的話 你會不會進入到這些區域裡面 那會比較緊張 從軍事這個角度 如果從新加坡往台北飛的話 比較久 但是雷根號現在剛好在南海的上 南海 美國的航空母艦 所以有這樣一個說法 我不知道 因為現在佩洛西可能 現在這個時間點還沒有上飛機 應該他可能馬上上飛機 往亞洲這邊過來 但不管怎麼樣 從北走還是從南走 大概都是下禮拜三 應該到台灣不會超過24個小時 他在台灣不會過夜 大概會見 如果真的來台灣 見就是說蔡總統 行政院長 立法院長 我們立法院現在修會 但是他應該會見立法院長 據說他可能會跟一些人權人事 或者是被迫害人事見面 這也滿符合裴若西的風格 跟過去的做法 從他個人的角度 以及他這個行程的安排 我覺得似乎來台灣 但是已經是確定了 但是會不會美國拜登政府 還是有最後的說服力 以及美國的媒體 華盛頓郵報用社論反對 昨天 然後紐約時報 Bonnie Glaser 葛萊怡 也用文章反對 說這個實際在很危險 就是在給壓力 所以美國的政府跟媒體 也自由派的媒體 對他這個台灣型 現在是有不同意見 所以他是不是最後 還會做一個轉變 這當然還是有這個可能性的 所以剛剛我們看到 其實這個白宮也說 沒有機上顯示說 大陸會有一些軍事的行動 請教將軍 這有可能說 他佔定的台灣行程突然 現在說沒有軍事行程 突然就變成有了嗎 他這些軍事行動的話 只是一些這些動作 真正的是 動武我認為這個可能性並不高 軍事行動的話 在新南空域 多城市 多機種 多時段 多空城進入 在那邊做演練 然後或者是穿越海峽中線 到海峽中線以東 靠近台灣這一車 也有可能在 都已經要在平潭了 在東海做這個實彈射擊了 還有一個就是他的航母 中國人不管遼寧號 或者山東號的航空母艦 他可能會出來活動 我想這個也會 然後在區域的半飛 剛才楊永明教授所提到的 就是從一個北線 從韓國 日本過來 一個是從南線 從馬來西亞 新加坡過來 我認為北線的可能性高 因為他的邏輯按照這樣走 你說這樣子飛過來 他有北向南 對 因為他的最主要是看 雷根號航空母艦的走向 如果他的穿越南海要往北上 那就是他要走北線 因為他會到北邊去 就去交會了 有點這個樣子 如果他停滯在 滯留在南海 那走南線的機率高 但是按照目前來看 他的雷根號航母大軍 是往北走 往台灣這邊進發 那時候北線的機率高 因為這個大概成形 大概他們都定案了 然後他們只是內部在做 這個違調 他只是說 因為這行政的事項 你不能沒辦法到那邊 你到日本 韓國 日本都要四千千排定 你各種的行程 各種的這種拜會 都四千千排定 不可能突然這樣子 他沒辦法在行程當中 做一個很妥善的安排 美國在這些 他要其中選舉了 其中選舉現在 反共是有選票市場 因為美國人對大陸 好感度是降低的 惡感度是增加的 這種狀況之下 誰反共誰有票房 誰向中共妥協的狀況之下 在美國票房就不少 到台灣是不是旗幟鮮明的 反共立場 當然 這是理所當然的 然後到台灣來 所以到台灣過來 所以你認為機率非常的高 他們都有三種考量 第一個我的認為就是 一個政治的利益考量 就是選票 因為他的大選要到了 大家也要表態 這樣的話你站在這個 反共的立場 是能夠爭取到這些選票 第二個我認為 有的是經濟利益 有的是在這個經濟利益 你看他們有的人 大家退休之後 你看看那龐佩奧過來 不是演講一場多少萬美金 以前鮑威爾 他卸任了國務卿之後 就台灣來 也不是又賣書 又打書 又撞了一步 柯仁臣當總統一過來 200萬美元來一場 你看可能我們平民百姓 或者市井小民 可能200萬美金 就6000萬台幣 可能要一輩子才能夠賺得到 這個是他個人的經濟利益 你注意看他有的是 政治的考量在在位上 退後之後到 從政府官員 或者是重要的這種 位機要軍退下來之後 他可能考量的是經濟利益 第三個我認為就是考量的 就是他個人的這種儲備的能量 你看有美國很多的智庫 有很多學者 他有時候會出來講話 這要怎麼樣 台海其是情況會講 像剛剛也講的 邦尼格萊 邦尼格萊斯 他也是這麼說 他儲備他的能量 為什麼 因為美國在世界各地 都有龐大的軍火市場 他這一講的話有的時候 對武器的銷售 或者對贊助戰法 什麼毒蝎 毒蛙戰術 可能是不類似作戰 買了哪些武器 這些學者他會提供 難得會 難得智庫會提供 CSIS會提供 ACUS大西洋理事會會提供 傳統基金會也會提供 他們這後面有一些 他的是我們所講到的 這些儲備能量 後面的這些軍火上的利益 所以你注意看 來台灣做訪問的 我們可以歸納為 政治利益還是經濟利益 個人經濟利益 還是他的儲備他個人能量 我們要從這上面來考量 我們看今天放狠話的胡錫進 還有中共的學者 他講到了北京反制 不是小打小鬧 可能是大打鬧 他是學者 胡錫進他已經不是環球時報的 總編輯 不是了 他講話不是代表 你注意看到現在目前為止 中共的官方 雖然講了六次話 但是還沒有放狠話 我認為 他沒有講到說 物為言之不欲 臨師千鈞 不失寸土 不要亡火 他講這些 你看他狠話 這次我看了沒有 他似可而止 這些學者或者這些總編輯 他已經是不在位了 他講話只代表他個人 他個人的這種看法 個人的立場 那並不代表官方 也不代表中國大陸政府的說話 那換他他講話 他不用負責這些責任 所以我要認為這一次的話 會有軍事上的對立 軍事上的緊張 但是軍事上的衝突的可能性 我認為雙方都會有所節制 因為雙方到現在為止 還不想打仗 還是勁大於戰 他們勁而不破 勁而不戰 競爭他不打仗 勁而不破 但是他不撕破臉 因為雙方都有這些貿易上 經濟上的利益 這樣的話考量到 如果打起來的話 那你還很多的經濟上 還有商業上的利益怎麼辦 軍事上的對立之後 這個是玩大的棋 在這個狀況之下 雙方都會有所節制 都要給自己下台階 因為話講滿了 一旦講滿了 沒有下台階 你到時候變成信用破產 講大話 結果沒有這些動作 你以後信用破產 到時候你講的話 別人當東風馬爾 沒有用了 所以你注意看 學者還有他這些 這些民間的這些人士 退休人士他可以講大話 但是中共的國防部 還有他政府的官員 到現在為止沒有講大話 兵哥怎麼看說 這個衝突有可能會再提高嗎 其實這就要看裴洛西的態度 到底是如何 昨天晚上 其實我一直在等裴洛西 到底你要宣布什麼樣的行程 結果一拖再拖 一拖再拖 然後從10點半拖到11點 結果到最後還是 行程保密不公開 根本把大家耍了一頓 結果你到底在幹嘛 他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動作 如果說裴洛西 真的像自己講得 這麼有膽氣的話 他直接宣布 告訴他 我就是要來台灣不就結了嗎 結果到現在 才是為了安全因素行程要保密 所以表示什麼 他在開這個記者發表會之前 其實我相信他內部 一定溝通了很多次 而且出現了一些狀況 所以他才把時間延長 到最後可能他們妥協的結果就是 那好吧 至少你現在先不要公布你的行程 我覺得顯然他們內部 是經過嚴肅的討論 不好意思 在我看來 其實這很像是共和黨 給民主黨挖了一個坑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我相信裴洛西會想來 因為他一直希望他自己在 在這個政治生涯畢業之前 因為他年紀很大了 他在畢業之前 能夠寫上光榮的一筆 然後給他自己留下最美好的回憶 然後所以裴洛西會想要 有這種舉動是不意外 可是這種東西 就算你真的想來 你也不能拿到檯面上來講 見光死 對 實際上這個新聞是媒體 一放出來之後 媒體一開始 你看媒體 共和黨 大家都是說 裴洛西一定要去 要無懸軍方壓力 要無懸民主黨的壓力 誰不讓你去 誰就是滅我美國的志氣 講了一大堆 然後結果等到裴洛西 看起來真的要去的時候 本來要陪他去的 那個共和黨人說 不好意思 我私事沒空 然後要不然就說 你要去 去 一定要去 應該去 但是你要去之前 先參考一下軍方怎麼講 搞現在進退兩個人這樣 然後現在川普也說 你去根本就是錯誤 其實看起來 根本就是共和黨 在挖個坑給他 就是故意把拜登政府 陷入一個非常困難的一個地步 因為你不去 就表示你怕了解放軍 去了嗎 可能就會讓 這個東亞 東亞這邊的整個衝突升高 對美國現在 美國現在其實需要的是 中國的合作 而不是需要跟中國大陸衝突 所以這跟拜登想要的東西 根本是背道而馳 所以習拜會為什麼 之前談了好幾個月談不成 現在突然談成了 其實也是因為有這件事情的壓力 Push他們 讓他們飛彈這個東西不可 可是問題是 現在很多人說 G20的時候到時候會不會變成 中美峰會 我個人認為就要看 裴洛西這次來到底是什麼狀況 如果裴洛西很高調了 直接跑到總統府 那事情大條了 事情就真的非常大條 你不要以為說衝突真的不會升高 其實還是有可能會升高 因為老共現在已經在平台那邊演習 那如果說裴洛西是直接到總統府 然後完全是公開的 非常接受非常盛大的接待的話 我相信老共絕對會把整個演習的 程度升高 絕對會 那接下來未來幾年兩岸之間 恐怕這種衝突會更加嚴重 那如果說是很低調 就是稍微過境一下松山 就跟上次那個 他們的眾議員來一樣 甚至基本上不對外面媒體公布 然後過一下 可能待個幾分鐘就跑了 那可能情況就比較緩和一點 所以我覺得端看裴洛西到底是怎麼應對 然後兩岸之間還有中美之間 未來的變化會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這個裴洛西到底要訪台 其實牽動的是中美台三邊的關係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